山西因为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山西东有太行山 西有旅梁山 黄河从南部经过 从近北的高寒作物 到近中的五谷杂粮 再到近南的小麦产区 丰富的物产和历史文化的积淀 成就了山西独特的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近北 去品味一下那里独特的美食文化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是韩兆魏三国的合称 因为这三国都是从春秋五霸之一的 晋国分离出来 所以史书上把这三国合称为三晋 如今晋成为了山西省的简称 三晋也成为了近北近中近南的合称 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三晋风味 指的就是山西省的北部 中部南部的美食和风土人情 山西省的北部被称为近北 主要包括大同市 朔州市和新州市 自古便是中原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文明的交汇之地 所以近北一带的饮食特点 兼具游牧地区的粗犯豪爽 和中原地区的精致细腻 其中由于大同地区的饮食特色最为明显 这样的是据形象的描述大同刀削面师傅 削面入锅的情形 山西是面食之乡 面食种类繁多 其中以近北大同刀削面有为出名 大同刀削面内软外筋 柔软光滑 异于消化 是整个山西乃至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面食 如今的大同刀削面 普遍使用的削面刀叫做钩刀 这是专门用来制作刀削面而特制的一种道具 钩刀是用不锈钢板制作而成 一端卷成圆筒状作为手柄 另一端车削成钩状并在钩的内侧开刃 用于削面 如今 削面师傅使用的钩刀 并不是削面刀的最初形状 而是在传统削面刀基础上 发展演变而来的 因为最初制作刀削面 是用铁片把面团砍成面条 所以最初的刀削面也被叫做砍面 大同的刀削面之所以出名 首先离不开它对活面的讲究 大同刀削面要求水面的比例是一斤面三两水 先按比例一次性倒入适量的水 将面打成面碎 再揉成面团 直到揉匀 揉软 揉光 才算合格 如果揉面功夫不到 削面时容易粘刀 断条 影响面条的成型 揉好面后用湿布蒙住 醒半个小时 面就可以使用了 大同刀削面要求削出的面条呈三棱形状 长度一般要在40厘米左右 这就要求削面师傅处刀精准到位 一般削面师傅左手托面板 右手操削刀 刀尖划过面团表面 一根根白色面条从刀尖飞出 落入沸腾的锅中 随水花上下翻滚 大同刀削面不仅要求出刀的精准 也很注重速度 据说 大同刀削面的削面速度 曾经达到每分钟削出接近120个面条 也就是说 削面师傅每一秒钟出刀两次 看似轻松的削面技巧 背后是削面师傅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结果 一碗面的味道主要来自于卤 大同刀削面经常搭配的卤 有羊肉 猪肉 牛肉 素食锦等品种 配以绿色蔬菜 卤蛋等 形成荤素搭配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一碗纯正的大同刀削面 绝对是喜欢面食的人难以拒绝的美味 大同的铜器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品 历史悠久 工艺精湛 早在北魏时期就享有盛名 在大同所有铜器中 以铜火锅最为有名 铜火锅是一种将取暖与饭锅的功能 巧妙结合的实具 大同地处烟北塞外 气候寒冷 火锅既可做实具使用 又可以取暖 久而久之 铜火锅成为家家户户必备之物 1973年 周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彭皮杜 前往大同访问 访问结束后 将雕由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 作为国礼赠送给彭皮杜总统 让大同火锅明早一时 大同的铜锅是当地人过年过节必吃的食物 其中以大同的湿巾火锅最为独特 大同湿巾火锅制作非常考究 调味上讲究荤素搭配 鲜香而不腻 其中精选了十几种新鲜食材 一般使用炸豆腐 白菜 干豆角等垫在锅底 上面整齐摆放上各种食材 如丸子 胡萝卜 大虾 扒肉条 海参等 摆好食材后 浇上特制的高汤 在铜锅中间点燃炭火 热量通过汤汁传递给各种食材 加热几分钟后 解开锅盖 就可以尽情享用鲜香四溢的大同湿巾火锅了 寒冷的冬季 亲朋好友围坐桌前 吃上一顿地道的大同湿巾火锅 会让你从嘴里一直暖到心里 烧麦明末清初起源于内蒙古西部地区 后流传至京津 被称为烧麦 近北与内蒙古相邻 所以烧麦很早便流传到近北一带 其中以大同的独一处烧麦历史最为悠久 这里的烧麦选料精细 皮薄枝透 吃起来嫩滑爽口 如今 烧麦已经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美食 而在古代 烧麦则是在节庆或宴庆 才会吃到的食品 烧麦之所以味美 主要源自它选料烤酒和做工精细 大同的烧麦选择肥瘦适中的筋肉 切成一厘米建方的肉块 使用秘制调味料 酱油 葱末 蒜末 胡麻油等作为调料 将肉馅 颜值入味 烧麦面皮使用的是精选的小麦粉 烧麦的皮很薄 蒸熟后可以透出里面馅料的颜色 这是因为在擀面皮的时候 其表面均匀地沾上了一层淀粉 淀粉可以增加面皮的筋度 同时让口感也更软滑 为了看起来美观 还要在擀好的皮的边缘压住花边 包好的烧麦顶部 如一朵含苞待放的洁白花蕊 非常漂亮 在旺货蒸上八到十分钟 热腾腾的烧麦就出锅了 大同在烧麦方面 它有很多工艺传承 能够达到八九种馅料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对面粉 感知过程当中的一种要求 从捏这个皮到包馅 这个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精细 所以说烧麦一出锅的时候 香气四溢 要破烧麦薄薄的面皮 为带汤汁的馅料 散发出诱人的肉香 让人食欲大开 大同的美味还真是不少 不过说到近北的美味 就不得不提一下油面 因为它可是近北地区的 一个当家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油麦学名裸燕麦 在山西省的北部地区 以及部分山区被大量种植 是营养丰富的粮食作物 所含蛋白质和脂肪量 为五谷之首 油面食品中含有钙磷铁 和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元素 营养极其丰富 那油麦做成的面 口味到底如何呢 在近北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句顺口溜 40里的油面 30里的糕 20里的白面 饿断腰 可见 油麦面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 所以油麦在农耕时代 特别是在高寒地区 是人们非常喜爱的 杂粮面食 油麦是近北地区老百姓经常吃的一种面食 它是由油麦末制而成 那么油麦呢 是我们近北地区的一种高寒作物 它的营养功效非常的高 尤其它这个油麦里边 还有呢 鸭油酸 对人体的营养的补充非常的大 尤其是针对三高人群 是首选的一个主食 山西很多地区都吃油麦食品 在近北最受欢迎 因为近北一带盛产油麦 食材取得最为便利 人们把油麦制作成各种食品 有油麦窝窝 油麦鱼 油麦螺丝等 油麦的糯性差 所以有些地区制作油麦食品 和面时要使用开水烫面 来增加油麦的粘性 而近北人制作油麦食品时 还是坚持使用凉水和面 虽然这样增加了和面和醒面的时间 但是这可以很好地保留油麦香味 吃起来味道更加浓郁 巧手的近北人制作其油麦来 也是驾轻就熟 或搓 或压 或卷 油麦在它们的指尖变化成各种形状 油麦窝窝 油麦鱼语 也要靠卤来调味 羊肉卤是油麦的绝配 肉香和面香融合在一起 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选择 如番茄鸡蛋 酸菜卤 醋等卤料 调制出自己喜欢的味道 油麦螺丝 是因为它制作出来的形状 与螺丝有几分相似而得名 一般油麦螺丝要蒸熟之后 再配上胡萝卜丝 土豆丝 青椒丝等蔬菜 以及各种调料来调味下锅翻炒 炒好的油麦螺丝色香味俱佳 这样的美食是否已经勾起了你的食欲呢 近北与内蒙古相邻 特别是大同时紧邻内蒙古 饮食习惯也比较接近 羊肉也成为近北一代喜欢吃的肉食 在古代游牧民族只吃羊肉 把羊下水全部丢弃 而近北人不仅把羊肉制作成美食 还把羊肝 羊心 羊肺 羊肠 羊肚 以及羊鞋等洗净 煮熟 切碎 配上调料熬制成汤 汤煮熟后 在上面浇上辣椒油 撒上芝麻 蒜末 葱末 香菜等辅料 因为汤里面混杂了羊的各种内脏 所以这种汤被叫做羊杂汤 我们大同的羊杂呢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 它是把羊肝 羊肺 羊肚 羊肠 羊肠 还有羊雀呢 分开煮 然后呢 混在一起 然后再加土豆粉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荤素能够结合在一起 是否是近北人最早发明了羊杂汤 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近北一带的气候 是非常适合吃羊杂汤的 特别是在冬季 吃上一碗羊杂汤 瞬间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整个身体都觉得暖暖的 羊肝含铁丰富 铁是产生红血球必须的元素 适量进食可是皮肤红润 羊心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A等营养元素 有补心溢血的作用 羊肚一般人群均可食用 尤其是食以胃气虚弱的人 羊肺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 锡等营养元素 有补溢肺气的作用 羊杂虽然营养丰富 胃眉暖心 但是清洗这些羊的内脏 要颇费一番功夫 一般要把食盐撒在内脏上面 进行反复揉搓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最难清洗的就是羊肠和羊肚 因为它们是羊的消化系统 消化道上有许多 兔凹不平的纹理 需要将它们用剪刀剪开 撒上食盐 反复清洗多遍 我们大同羊的养殖 也非常的广泛 大家对羊杂的一种情有独钟 再加上近北地区 基本上在家里边 婚丧嫁娶都有羊杂 所以羊杂已经成为民间 还有很多饭店里边 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 羊杂里一般放一些土豆粉 蔬菜等配料 中和一下羊杂本身的油腻 既满足了味觉上的享受 又营养均衡 是近北人难忘的一种家乡味道 黄花 学名轩草 俗称金针菜 旺幽草 属百合木 百合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 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 神农经上 有宣草忘忧 乐为食之的记载 传统医学认为 黄花菜 性味干粮 有止血消炎 清热 礼湿 消食 明目 安神等功效 大同县是近北黄花的主要产区之一 从明朝开始就享有黄花之乡的盛名 黄花是大同县的传统特色产业 据我们大同县制记载 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 也就是从明朝开始它就有了 因为我们当地的这个地理气候的不同 昼夜温差大 还有处于火山野住特殊的地貌 从而形成了我们这个黄花 较大 入厚 寒糖量特别高 大同的黄花有三大优点 一是颜色鲜黄 干净无眉 二是脚肠肉厚 肥瘦整齐 三是油性大 脆嫩清口 因此大同黄花成为素食中的上品 黄花的采摘时间要求非常精准 必须在开花前一天的晚上开始采摘 黄花一旦开花就不能使用了 也就失去了采摘的价值 我们大同农民采摘黄花 都是在凌晨开始采摘 是含苞待放的时候把它采下来 黄花它过了中午 它就要开花 所以农民必须在中午之前把它采下来 因为种植的量比较大 为了赶在中午之前采完 所以它就需要在凌晨就开始采它 种植黄花的农户在黄花的采摘期 非常辛苦 晚上两三点就要起床 连夜采摘黄花 因为这些含苞待放的黄花 中午前后就会开放 所以它们要敢在中午前将这些成熟的黄花采摘下来 新鲜的黄花可以加入合适的配料 烹饪出各种黄花菜品 黄花晒干后可以较长时间的储存 便于运输 干黄花既可以作为烹调的调料 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是中华医药中药食同源的典型品种 北越恒山 玄空寺 这些都在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小说《小江湖》中 有过详细的描写 而现实中的北越恒山位于近北的浑园县 这里不仅以建于北魏时期的玄空寺而闻名 当地还有一样美食让人难忘 它就是浑园凉粉 凉粉一般来讲是我们大同人在夏季的时候 天气非常炎热 它缓解炎热的一个食品 那么在魂园也是北越恒山脚下 我们很多的魂园当地人 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都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美食 魂园凉粉采用的是当地特色的土豆制作而成 魂园县位于近北大同盆地的东南边缘 这里盛产土豆 因土壤疏松光照充足赋予了浑园土豆沙甜香的特点 当地人将这些土豆磨碎制成淀粉 把制成的淀粉加水调匀 倒入沸水中熬制成凉粉 刚出锅的凉粉光洁透亮软滑 富有弹性 只有使用当地出产的土豆 制作出的凉粉才能有如此品质 大喜家制作凉粉已经有三代人 它的凉粉店生意火爆 凉粉之所以好吃 除了制作出的粉皮弹花可口 味道主要靠调味料 而调味料中除了盐水葱花 花椒水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辣子的制作 大喜制作辣子的方法是祖传的 首先要把精选的干辣椒放入体罐中捣碎成末 制作泼辣子使用的油 是近北一代产的胡麻油 在烧热的胡麻油中放入花椒 茴香籽 八角 葱段等调料 制成料油 在料香融入油中 把材料捞出 将料油浇入辣椒末中 这里还差最后一步 就是用凉姜 干姜 白纸 清锅等泡制的陈醋 呛入热辣椒油中 这样制作出的辣子 既有辣椒和胡麻油作用下的香辣 也微微带有老陈醋的酸爽 加之多味中药融入其中 又不会让辣油太过油腻 这种辣子绝对是值得品尝的味道 一碗浑原凉粉 配上几片豆干 浇上盐水葱花 花椒水 蜜汁辣子 将凉粉送入口中后 那香辣爽滑的口感 真是让人久吃不厌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近北人把当地的出产 制作成了各种美食 在烹制和品尝这些美食的过程中 我们也深深地感受着 这里人们粗犷朴实的纯粮品格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下期节目